Hello大家好,今天我们烤三文鱼 我们要用的味噌和mayonnaise做调料 如果一整块鱼买回家 我都会先把它一块一块先封好 靠近头部的和尾部的部分不太规则 我会用来烤 待会儿酱上面一涂 烤出来一模一样的漂亮 中间段我们可以用来蒸的 煎的或者做sashimi 一段一段分开冷藏 然后我们要用的味噌 黑的味噌白的味噌都可以 300克上下的鱼 我们用一个tablespoon的味噌腌制 尽量涂到它均匀 涂到每一个角落 然后我们盖上保鲜膜 给它静止个两三个小时入味 我是让它过了一夜 我们把鱼先取出 上面的miso刮一点下来 平放它在锅油上 miso碗里下两个tablespoon的mayonnaise 让酱挂到每一个角落 让酱挂到每一个角落 像鸡酱的一样 那我们烤箱呢 设定20分钟 在300度到350度之间 20分钟后 它就是这样的了 如果你的鱼烤得不够金黄 就把它从这里 换到这边broyal 用上面的单档再烤个两三分钟 那今天这个视频 我们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